保安小组13号上午做了前往关心畜牧养殖问题之外 也接连前往了吉安乡的垃圾掩埋场 视察目前堆滞垃圾的打包状况 受到宜兰立喆分化场实施检收垃圾 花莲县内部分垃圾场也出现堆滞问题 为了有效利用空间及减少异味产生 只能进行打包处理 13号上午花莲县议会保安小组一行人 也在召集人县议员谢国荣的带领下 前往了吉安乡垃圾掩埋场关系目前现况 我们今天特别小组特别来关心这个吉安这个分险厂 最主要是说它的打包的 有没有不会渗透到地下机器 我们这个是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这些那个塑胶的部分 它现在比较便宜 现在厂商也不可能来债 希望说环保署能编列预算 来清理这些东西来配合厂商 所以我们今天保安小组就特别来这边 来观察我们这个吉安打包这个工程 包括所有的工程都做得还相当的不错 打包的相当的完整 就是说现在的栗泽的量没有那么多 但我们的分沙的量只有60吨而已 60公吨而已 然后它的企业是打120吨 可是它现在的栗泽的温化炉在整修 有的部分在整修 所以说我们花年线的量 就变成60公吨而已 所以说以后我希望说我们和平厂 和平厂如果的分沙 我们发现年线的热射的话 这个问题应该可以隐忍而解 针对垃圾问题 保安小组除了希望环保署能编列预算 协助清洁队消化厂内价值较低的塑胶废弃物 也期盼台泥和平厂能尽快开放焚烧热射 才能有效解决线内的垃圾问题 记者 徐立琴 吉安湘报导